继续要带您关心 不只有偏乡的小学校面临被裁病的命运 位在台北市的明伦国小 也因为少此话的理由 被市政府安排跟大龙国小合并 而今天有一百多个小学生到市政府门前抗议 他们的家长质疑市政府坚持废校 幕后可能牵涉到这一片校地的都更利益 不过教育局说明明伦国小的校地 未来将会规划成儿童博物馆等文教园区 绝对不会用在商业用途 上百位台北市明伦国小的小学生 在台北市政府前唱校歌 但个个都戴着口罩拿着抗议标语 抗议台北市政府要将明伦国小废校 和大龙国小合并 甚至集体在市政府前下跪 久久不愿起来 留下明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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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市政府在民国九十六年以少子化为理由 以一个行政命令决定明伦国小废校 中间只开过一次公厅会 加上明伦国小预算值编到一百零二年八月 其他的经费都已经转移到大龙国小 让学生和家长都不能接受 抗议家长也质疑市府坚持废校 恐怕和明伦国小校地有庞大的都更利益脱不了关系 有位教育局表示还会在沟通 家长希望在为达成共事之前 让明伦国小继续办学 教育局也澄清 初步规划明伦国小少地将做青少年创意园区 和儿童博物馆 不会做商业用途 记者综合报道